今天这个素材两条大长腿 并且呢还有熊有屁股 尤其这屁股有点太大了 长根流了 这个地方原来应该长根的 出现了病变 它又长成根流了 得把它切了 不切呢会影响整体的流畅性 并且它也很难在长根 咱把这大长腿短节太长了 这是人的话有这么两条长腿的话挺不错 这个盆景素材这么两条大长腿 挺没劲的 两条大长腿肯定不行 咱用脚条来的根给它补上一条 咱们也得三足鼎立吧 脚条合适的根不容易 因为这是今天咱们做的第一盆 没有剩下的根 咱就用它自己的吧 短点短点了 问题不大 凑合着往上补吧 把这些毛根搅掉 不然干活来事 这两条大长腿 这个人似的真的 清理干净 这相当于 这相当于 在这屁股上接腿相当于背皮了 刚才的啊 想起背皮这词来了 把这些毛毛根全部剪干净 看看能对上不 嗯 其实它这个屁股这个地方 根流的地方啊 但 但削出来的伤口很大 非常大 跟常规的接根 就不一样了 但只能说 把那个屁股那地方削平 然后呢 把它要接的根啊 也给它削出一个平面来 保证一边的形成层 能对齐 也只能是这样了 我也一般不这么接根 这也是没办法 因为它那根流的伤面积太大了 咱也找不到这么大的一个根 不可能找到这么大的一个根 给它接上 对吧 我估计没问题 为啥呢 一个是本身它 自己这个伤口它就要愈合 二一个呢 就是对接白辣的根啊 埋在地里 它不爱死 所以说就埋着那一段根 即便是你不给它 补到这上面来 你埋上几个月 它也不会死 它也不会烂 那你要给它接到这个地方来 随着它伤口的愈合呀 只要它形成层一边碰到一起了 那怎么说呢 它一边就能接好了 咱把这个地儿一定给它削平了 让它更 更 结合在一起 这个角度一定削好了 根不能撬出土面来 一定要斜着啊 削好之后呢 咱就拿气定枪 给它打两个钉 根虽然小啊 也要打两个钉 你怕根太小打穿了的话 把气定枪跟根保持一点距离 隔空 点上两钉就行 要是隔得太远 这个钉没全摸进去 不要紧 等它长好了之后 再拿水口简 把露出根外层那边 看得见了那边 给搅掉就可以了 如果全打进去了 那就不用管它了 让它在里边就可以了 咱把这往上直楞的根呢 给它搅了 直流冲下的根 然后呢 咱给它抹点这个伤口愈合剂 因为你削的平面 你很难削的特别 切合的特别好 这个很难 你保证一边的这个形成层 对齐就可以了 也就是根皮 你就可以理解成 树皮对齐了一边就可以了 然后呢 拿油合剂 把它所有的缝隙 都给它留上 都给它抹上 包括底下 一点不留这个 因为过后 咱让它稍微干吧一下 或者是栽上之后 暂时不浇水 第二千再浇水 因为用的都是湿土嘛 这个也没关系 不过怎么看 还是不大好看 三足鼎立的感觉 还是少根 是吧 太缺根了今天 咱如果说是前边 有剩下的根的话 咱就给它 选两条好根了 咱从底下再搅两块 这腿反正还长 再搅两块根 再给借一条 这大长腿 搅两次了 还是挺长 我腿长能长就好了 这块可以是吧 下面带着毛根 其实现在这个根 咱留的长短 才是合适的 我本来留那么长 是想让它下面有点毛根 毕竟有补根 又有这么大的伤口 让它早点愈合 干脆既然咱缺根 咱就把它移不到位了 给它截到这个 有个两厘米多长的根 你就可以了 有太长的的话 以后露出来呢 特别直 你很难把一个曲线的地方露出来 你总不能学按根 对吧 把这个蛋也削好了 如法炮制 也给它来两个钉 一定是两个钉 两个钉 它才能稳定 一个钉的话 它容易来回转 来回动 抹上誘合剂也固定不好 两个钉就能确保 它不会左右的跑了 今天接着这两条根 在这个大伤口的一边一条 两条根呢 一边靠着一边的 一边对齐了一边的这个皮层 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我估计呢 就是只有一边愈合 没关系 它一边长上了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规的结根 大家先别这么效仿 常规的结根回头我再录一个 如果都能成活跟盘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理想了 四条根